我们就可能开始这一个快 好来 欢迎各位来到薛先生的讲坛 那我们今天是会计的第三集 那由薛先生的讲坛提供 卫先生的会计师的主讲 那我们今天讲了两个主题 大概一个叫会计的程序 那另外一个叫做财务报表 那这个也是我们当初 两堂之后的第三堂 这个在前面三堂里面 都是基本的一个基本功的一个部分 我们从第四堂开始 可能就开始进入了我们所谓的什么 现金啊银行 银行调节表 现金银行调节表 应收账款然后存货 然后以前叫固定资产 那在不动产产业设备 或者投资型的不动产 我们会陆续这样这样讲 把他一般的资产代表的资产 陆续讲下去 好那我们今天来到会计程序的一个部分 那会计程序的部分 我们就会讲到这个 名词叫会计程序 其实会计程序 以会计程序来讲 其实会计程序就跟会计循环 一模一样的一个道理 它的名字大概一样 程序就是一个一个过程 那这个会计循环 我们就会拉出来 跟一个叫营业循环 做一个比较 因为两个都叫做循环 所以四同会计程序就会计循环 那什么叫会计程序 只7月每过的一个期间 有没有 我们作为互使 目的就是分路 然后过账试算调整 结账编表 最后要把报表编出来 因为我们曾经跟各位讲过 资讯 我们的会计就是资讯做决策用 所以它的差异处 7月会计出业流程 然后涵盖前一个会计期间 所以大部分会计期间 就成为一个会计的一个年度 那这个会计期间 一年就成为一个会计年度 那营业循环是指 7月营业活动 其实营业循环来讲的话 对7月来讲 现金最重要 那一开始 我们的资本组 如果投入资本的话 有了现金 那这个现金出来之后 我们就决定 要去买它的存货 如果买卖业就买存货 存货买进来之后 就准备把存货卖掉 那存货卖掉 又有可能回到应收账款 那个叫做 设销 有可能马上拿到现金 那个叫现销 那如果我们是设销 我们拿到应收账款的债权 以后应收账款又拿到现金 所以现金又回到现金 由现金购买存货 存货出售变为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如果又变现 收现以后做有护士 这个叫做我们所谓的营业循环 等一下我们有图形 可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就可以比较看看 那这个部分 长以会计期间 因为会计前大部分一年 叫做会计年度 那营件列有可能盖房子 盖两年 所以长以大 那有可能短 零收益有可能怎样 一个短顺的时间 两三天搞不好就一个循环 两三天就一个循环 好来 记得会计程序在讲会计循环 所以它是作为护士的 从我们一开始分路 到最后的一个编表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会计程序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把它怎样 把它带进来 好来 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 会计程序的一个图表 这个图表里面跟你讲 原始的评证 然后变成记账评证 那这个原始评证是什么东西 各位我们拿到原始评证 实在是五花八门 比如说我们拿到什么 连发票就已经好多种了 更何况说去 那个叫做原始评证 那因为原始评证 没有一个什么规格 没有说发票大小 拿到的有很大 有的很小的 那这个部分 你要入账 要在上面写一些的分路很难 所以它就叫做记账评证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在记账评证 写上两个字 这个叫做所谓的船票 那船票你有没有看过 都基本的一个规格了 不是A4的一半 不然就是A4一整张 这个我都看过 那在记账的评证 后面一定会有原始评证 那这个因为是客观原则 为什么是客观 在你的记账你入了多少的金额 后面都有评证 所以原始评证 以后我们把它制作记账评证 那其实在做记账评证 因为现在都电脑化 其实在做切船票的过程里面 其实分路就出来 那现在传统来讲 有分路 有过站 有试算 有调整结账 那这里很多的时候 都已经从过站到试算 再调整 那调整要自己入站 过站到试算 很多都靠电脑 所以不像过去一个人工 一个房事 一个座 所以分路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你按一个按键 其实就报编表出来了 分路按一个按键 就编表出来 编表这里有分 损益表 其实这个是过去的损益表 现在我们都称为 综合损益表 那在资产证表 还有现金额 那保留益表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权益变动表 就权益变动表 那大概 这个现金额 大概分为这四场报表 结算表出来 所以这个整个座额护史 每次我们到的一个报表出来 我们如果要怎样 要再从隔点开始 又要座额护史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 那我的意思是 现在电脑化以后 几乎这里的中间 只要按一个键 直接就编表了 那调整分路 结账分路 自己要去入账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调整 后四场表 这个结账后四场表 很多的时候 这个都已经 用电脑化已经取代 所以你如果为了考试 你就把这个东西 有一定的概念就好 如果不为了考试 几乎这个地方 都会用不到 因为电脑化 已经非常的方便 这个叫会计程序 好来 会计程序 我有跟各位讲说 你要去跟这里 叫做一个营业循环 这个叫营业循环 也叫营业周期 而且周有互实 那这个部分 就是现金 去购买的产品 然后我们是买卖 出售以后 又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以后 又收到现金 收了现金 又回到现金 但是这里的现金 跟现金不一样 因为有可能 我们付出了 100万去买产品 然后100万以后 我们可能出售以后 变成200万 那200万 应收账款拿回来 现金拿回200万 所以100万变成200万 只是又回到现金 那这个叫做营业循环 又叫营业周期 那这个就会 跟我们的会计循环 做一个的比较 那这里先前 为什么要先 跟各位讲这个东西 因为未来会有一个营业周期 在我们的比例分析的部分 会有一个营业周期 营业周期就是 应收账款收款天数 跟存货的周转天数 两个的周转天数 加起来叫做营业周期 所以到时候 在我们的比例分析 财报表分析的时候 就会遇到 只是你要记得 有一个叫做营业循环 所以这里你首先了解 你要营业循环 跟我们的会计程序 会计循环这边 做一个基本的比较 在我们图形这里就有了 我们讲一第二页 这边就有一个基本比较 好这个是在我们讲 会计程序的时候 首先我把营业循环 做一个比较 那你知道 这个营业循环 会连结到我们以后 潮报表分析的营业周期 会有一个计算式 会去算说 我们存货出售的天数 跟应收账款收款的天数 这两个天数加总以后 就叫做营业周期 那以后那个部分会算出来 跟我们后面的 那个什么 财务报表分析会结合 好来 再来 记得我这里所有的过程里面 该快的时候我会快 该慢的时候我会慢 那这个原始循环 你要记得 为什么我讲原始循环 原始凭证 因为在我们这里 对程序里面原始凭证 所以陆续原始评 再来记上凭证 会依照这个过程下去看 所以你后面所看的东西 就是依照这个第三页 这个图二之一的 这个东西下去处理的 所以你如果看到以后 你会看到 那这个你以后 对照这个表来看 就很轻松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部分 这个最原始的凭证 那只是他为了 要把原始凭证 做一个道理 其实原始凭证 就是我刚刚讲过的 我们有一个记账凭证 记账凭证叫做船票 那船票的什么东西 后面就有这个原始凭证 那只是我们如果要把原始凭证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 证明交易发生的凭证 为了造具具账凭证 所根据的凭证 所以这原始凭证很简单 就是我们去付出 我们的什么成本的时候 我们拿钱给人家 拿到的那个凭证 就叫原始凭证 那所以原始凭证 有分很多的种 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发票 我们去给人家 如果给人家 人家我们有进过发票 那是发票 那另外一种是收据 那但是那所有东西 全部都是外来的凭证 外来的凭证 它的佐证力量比较强一点 那原始凭证还有对外 对外是我们给人家 比如销货发票 收款跟收据 这个凭证也是一样 因为只要有内对外 或是外来的 那这些东西都会凭证比较强 有一种内部凭证 它的凭证力就比较弱 比如说理费报告单 比如说薪资表 比如说加班费 加班表 那些都是属于内部凭证的部分 那也是距离以后 要入账的一个基础 那这个证据率就比较会薄弱一点 外来的这个东西会比较强一点 好 那这里的重点 只是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就是原始凭证 付给这三个一个的来历 一个外来 一个对外 一个内部 那原始凭证 如果你知道了 那些东西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发票 凭证那些的 好收据 好来 原始凭证之后 肯定了一定跟你讲 什么叫记账凭证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都是什么 护士传票 那这个单式的传票 我们比较少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一个东西 其实银行可能就是用什么 所以你们一般商业规定 都采用这个护士传票 因为有借有贷 借贷平衡 在银行里面 他就用什么 单式传票 那如果你没有学过银行会计 那你根本不晓 什么是单式传票的问题 那这里 记账凭证 我已经不用做笔记 为什么 已经跟你讲 它叫做传票 那会计人记账时 手根据的评证 叫做传票 只是这个传票 要记的就是传票 不要搞混了 因为如果法院叫你去的 当证人也会给你传票 那个名字也叫传票 可是这里的传票 是属于记账凭证的一个部分 好 那这个讲完之后 我们马上紧接了 会计程序 平时有分为平时跟期末 平时就三个 分入过章跟试算 那其实现在过章跟试算 都不需要 因为靠电脑的一个部分 所以非常一个简单 那只是竟然是这样 那如果是为了考试后 为了学习 那只是要把它的过程 这些定义是什么 了解清楚就够了 因为这些已经不再是什么 考试的一个重点了 那这些考试是什么重点 比如说你要考丙级的 或者乙级的部分 那可能是这一部分 那可能在高值那个时候 现在如果计算式的考试 我跟你讲 全部都是考这个以上 不会考过章次算 这一题都不会考 因为后面要考的重点还蛮多 不是在这个重点里面 来分入的部分 按借贷原理区分的借贷 那这个日系部 那其实这个所谓的切船票 切船票就过分入而已 那其他这边交给电脑去处理 定义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到期末 我们要做调整分入 那调整分入才是一个重点 而且最后要做一个结账分入 最后报表按一个键 现在的记账软体 按一个键 报表就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所以调整分入才是你的重点 你要知道 比如说我现在有 什么会有一个调整分入 应收跟预付 预收应收应付 都有可能会有调整分入 那其实就是算比例的问题而已 那今天有一部分会在讲调整分入 如果你很熟的 就当做是复习 如果你非常的不熟 那你就怎样 要记得下课之后 赶紧把这个部分补起来 因为我们陆续会开始讲资产的部分 好来 练习体第一个 既然有原始评证 为什么还要另行编织记账评证 记账评证就是船票 因为原始评证格式不一 难以板准 记账发生错误 所以我们如果用记账评证 你们看过切船票 那个船票印出来都是这样 规格非常的统一 有借有带 然后我的船票号码在哪里 我的日期那里都清清楚楚的 那原始评证 你不要说原始评证 有发票 有什么 有收据 连那个发票都已经讲 太多种类了 那怎么去记账 会不会不好用 所以只会把我们的船票后面 附带这个原始评证 放在里面 再来记账评证为何俗称船票 你知道吗 因为他认为说 法院那个叫船票 那为什么你现在记账评证 又叫船票 他说这里清楚的告诉你有没有 因为床试过程 故俗称船票 如果你有认真的看床票 就是我们所谓记账评证这个 你会看到 当你这个凭证的下面 有至少有三个 那个三个 一个叫做什么 制作船票的人 然后第二个神月的人 第三个批准的人 那三个的人不一样 也会有船事 就船 一层一层船上去 所以叫做船票 那这个部分已经很清楚了 练习一直是让各位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参考 来 再来 分路跟日记部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边分路分为什么 每一笔交易 依照借贷 然后依照他的金额入账 这个叫做分路 那是否有没有收现金 有分为现金分路 那这个部分纯粹有收现金收入跟支出 那一种没有现金叫做转账分路 那同时有涉及现金跟转账 这个叫混合分路 反正就是在这里的话 只是要跟各位讲说 分路到底有分为多少种 那我全部把它列示出来 竟然有这么多种 有现金 纯粹现金 那现金有分为现金收入 现金支出 那转账的部分纯粹就不涉及现金的 那什么东西叫做转账不涉及现金 很简单啊 我现在买一个什么东西 买一个设备 我借设备 带一个什么 我可能用银行存款 那就跟现金支出有关 可是我现在跟现金无关了 我可能用负债的方式去买啊 有没有 借一个设备 带一个什么 其他应付款 那可能就 我拿现金跟没有 但是有时候我们有可能 混合分路 有涉及现金跟转账 那这个叫做混合分路 那知道一下名字就好 混合分路 你叫我举例也很简单啊 比如说我买一个什么 不动产 我买不动产 不可能完全付现 我买不动产 也不可能完全不付现 我就会借一个借不动产 比如说房屋或土地 然后带一方 我可能付的投机款 然后其他的都是什么 银行借款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叫混合 因为同时有现金跟转账 好来 那分头的部分的性质 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他如果有分 也不动